有我講多久 有我講 這是我寶劍 大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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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安全帽的男子 站在超商櫃台 手拿著女店員的手機 開闊音疑似 在等著和店長講話 越等越不耐煩 有我講多久 有我講 這是我手機 千千萬 千千萬 這是我手機 多久 這是我手機 眼看情況不對 這時女店員想拿回手機 沒想到男子一度不想收手 還暴怒動手 趁女店員背對離開 男子猛推他一把 整個人擦樁到旅梯 失去重心往前跌 起衝突的原因 竟然是為了發票對獎 事發在台中大理建民路 某家連鎖超商 3月1號下午3點多 影片中推人的男子 是一名二十幾歲的失信男子 當天拿著發票 想要到超商兌換獎金 但他沒有帶身份證 誠信女店員表示 這樣不能領取 失信男子聽不下去 只好打給店長 交給客人解釋 不過怎麼講 他還是不聽 最後就動手推人 不大理性 但是不曉得當時店員的 一個態度是怎麼樣 一些兌換動作 本來就是有需要身份證 以遊戲規則來做 那今天他這樣子做 而且打的也不對的 不論是傳統發票或電子發票 如果中的是五獎六獎 還有雲端發票的百元獎 都能在各大便利超商 全聯還有美聯社兌換 不過財政部表示 今年元旦起 不論對獎金額多少 都要掃身份證背後的條碼 透過戶證資料庫檢核 第一時間確認身份證的真假 以防未造發票還有身份零假 多了一道檢核機制 沒想到卻有客人 沒帶身份證 無法對獎 把氣出在店員身上 TBH 陳其君 羅一新SNG小組 台中報導 神多 catalog賞 觀cas長 376 一堆